大家好 我这两盆橡皮树 前几天刚给它换盆的 换盆之后 浇了一杯活力水 现在开始恢复生长了 看顶端的 新叶片就知道了 还有底部这些气生根 看一下底部这些气生根 开始冒出来了 再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选择输松透气 白水性良好的图样 最关键的就是 浇了这杯活力水 用快速生根粉 一勺兑1000毫升的水 每隔15天浇灌一次 生根粉还要添加到 活性生根物质能促进 植物 快速的长根冒芽 根系长好了 吸收能力强 后期冒出的叶片 才会更大更宽 更有绿 好了 喜欢橡皮树的花样们 换盆之后 或者是其他植物换盆之后 一定要加一杯活力水 有利于浮盆和 恢复生长 好 再见